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烤番薯鸡拿来烤生虾 不少民众看了眉头一皱 而当事人备注写下 我真的会被开除 当事人赶紧发出动态澄清 事前事后都有清洗机台 而超商则表示 接获投诉之后已经将机台清洁完成 至于员工的部分后续将会再加强教育训练 来来来来 员工嘻嘻哈哈拍下影片 大铁锅内滚水不停沸腾 他们却丢入一双穿过的黑色运动鞋 引起一阵骂声 被质疑这是连锁手摇饮料店 煮珍珠博把的锅子 卫生局接获投诉后到场稽查 事后总公司已书面澄清 员工是使用报废锅子 没有食安疑虑 之前还有超商店员把湿袜子丢进微波炉 又丢进热饮保温柜 让人好傻眼 店员拿无聊当有趣 但这些都是跟吃的相关 不仅引发民众反感 也让品牌商与和形象大打折扣 参讯黄先生 王一婷 台北报道